嗨 大家好 今天要给你们看的是我面前这里有几瓶 用桃力木炭跟桃力全水培的雪角栏 其中有一瓶 今天早上开了一朵花 这些雪角栏都是我在我朋友家里摘下来的 我去年也有跟他们做过食品 但是这一瓶我就没有做过 因为当时它没有开花 先看看这一瓶 这一瓶开出来的花是橙色的 有多重的花瓣 这个品种它的叶片跟一般的雪角栏是有一点区别的 这个品种它的叶片是比较圆的 这个品种就是普通我们很经常看见的奶种 它的叶片比较方 还有在这里有一些好像叶齿一样的 先来看看面前这两瓶用桃力木炭半水培 它的根长得非常的好 你看长好多的根 我没有什么给它肥料 因为呢 那个肥料给的太多了 它会长得很大 因为我不想把它养得太大 我是把它摆在我的斜小间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窗台里面 所以我不想它长得太大 所以基本上都没有给过它肥料了 就是长时间保持它有大概一个桃力的水位 那这一盆呢 就是种在泉水培里面的 里面呢有一点木炭 它的根呢也是长得很好 你看 它现在呢就是小小的 现在好像有几个花包长出来 斜小栏一般是种在泥土里面的 如果你给它好的光照 人分水分给的好 它可以长得很大很大 但是呢我就不想把它养得太大 所以呢我就把它摆在我的斜小间 一个光照不是太好的窗台里面 也没给它什么的肥料 因为我不想把它养得太大 我就是摆在厕所里面呢 让它好像有一点植物在斜小间里面 在这样的栽种呢 你可以长时间的保持有一到两个桃力的水位 都可以 是可以长时间保持水位的 它的根都长得很好 基本上呢是不需要什么的管理 这个品种的雪藻栏啊的花呢 开出来也是很好看 我平时呢就是用一个套盆把它套起来 因为不想它长青苔 如果你也有一盆很大的 也可以把它摆几根下来 装在玻璃瓶里桃力斑水培 桃力木炭斑水培跟木炭全水培也可以 把它摆在家里空间很大的地方呢也是很好的 把它摆在家里空间不是很大的地方呢也是很好 我之前也摘下了几根的摘种送给朋友 也没有失败过 如果你想把它养的大一点 你可以放在一个光胶比较好的地方 下一点肥料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想把它养的太大 就不需要下肥料 光胶不需要太好也可以 小小的种在办公室里面也是一个很好的小盆栽 那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